好 以上我们说完了 悲怨拔苦 十方世界 没有人愿意救度的众生 观世音菩萨愿救愿度 一切没办法解除的恶业障 观世音菩萨能救能度 可是观世音菩萨不仅是如此而已 背着拔苦意 菩萨拔了我们的痛苦以后 还要再给我们安乐 什么安乐呢 这就是接下来 观世音菩萨的持心满愿 所谓三昧变才献身求愿 三夜清净当生成就 皆令果岁决定无遗 这个持心满愿 我们先把它的含义说一下 所谓持心满愿就是 不管是三昧变才 乃至三夜清净 还是我们现身向佛菩萨所祈求的一切 都决定感应 还要等到下辈子吗 不必 菩萨令我们当生成就 所谓三昧变才 三昧是代表禅定力 变才是代表智慧力 观世音菩萨希望我们向他求禅定 求智慧 菩萨能够加倍一切众生 得到唯妙禅定与圣身智慧 之前说到 无见仲谦 禅心恶极 莫能救济 稀释消除 这是观世音菩萨解除我们的苦 可是虽然解除的苦 毕竟我们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 在这个可怕的世界 还是很危险哦 所以在还没有生到西方之前 菩萨还要给我们一切的安乐 不知道这位菩萨 有没有体会到菩萨的悲心 你有苦 菩萨为你解苦 你没有苦了 他还要给你一切的快乐 是生到西方才快乐吗 不是 在今生 观世音菩萨就想要 让我们有福有会 过得平平安安的 就好像世间上的父母 为了儿女 孩子几岁时 我要送孩子去读书 几岁的时候 我要帮他找一个好的工作 我要为孩子成家立业 我要留财产给孩子 真是天下父母心啊 观世音菩萨也是如此 可以说我们的一生 观世音菩萨都已经替我们安排好了 观世音菩萨是一切众生的慈母 我们能够有菩萨这样的母亲 大家要何等的珍惜与感恩 那话再说回来 为什么菩萨希望我们向他求禅定 求智慧呢 一个小孩子在外头流浪 父母会安心吗 同样的 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坏孩子 在娑婆世界三界火宅中 最深梦死 菩萨他怎么能够安心呢 在这个娑婆世界 就算你没有苦 那也只是暂时的 只争来早与来迟 痛苦早一点来晚一点来而已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是不断地在照应 而且娑婆世界的恶业障太多了 念观世音菩萨 得到了禅定与智慧 你才能够看清 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 虽然处在这着恶的陈老里 你还是能够持生如玉 不随着外面的境界 跟人家同流合污 禅定与智慧 能够保住我们现身的安乐 也能够成就 长养我们往生西方的安乐 那观世音菩萨能够给我们 什么样的禅定智慧呢 佛陀说 观世音菩萨的一一毛孔 皆具无量百千三昧 十方如来 叹未成有如是功德 刚才说的三摩地 就是指三昧 三昧翻成中国话 叫做等持 所谓平等持心 于一静转 在什么境界上而转呢 于佛境界念念而转 我们能够自成的 称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能令我们 众生有定有会 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 不能够只是一念的感情 修行要有定有会 讲白话一点 学佛要学得有智慧 你要明白你依止的法是什么 心中有正之见 这就是会 能够在你依止的法上 齐心不动 安如海 这就是定力 在这个着恶的娑婆世界 修行的障碍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知见 为什么社会国家这么乱 为什么娑婆世界这么多的是非 归宗结顶 就是在于我执太重 大家都各说各话 每个人都说自己对 那到底要听谁的 当然 世间上的事 那莫学不提 在佛门道场中 就是要听佛陀的话 听老和尚的话 欧义大师说 在这个知见着乱的时代 你想要在佛知见 佛境界上念念而转 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有钱财的境界 色欲的境界 名利的境界 乃至食物的境界 来诱惑你 有魔鬼修罗的境界 是非的境界 来干扰你 我们的定会不够 被五欲拉去了 就变成了五欲的奴隶 被魔鬼修罗拉去了 就变成魔鬼修罗的眷属 那你怎么往生西方呢 修行不能够只是一股冲动 更不是一股蛮劲 打从一开始 我们就有强调 为什么修行不能够只是一念的感情 感情用事啊 那是靠不住的 有定有会 才能够对善知识 常有忠贞 才能够对同参道友 真心相待 处理事情 才能够圆满无缺 一切的事情都是如此 你没有定会 只有冲动 那就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 开快车一样 是多么危险 大家要记住 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 是来自于定会 这是什么意思呢 墨学打个比喻 好比我们大家皈依老和尚 你透过你的正智慧 明白 老和尚是绝无仅有的大善知识 他真正能够借救一切众生的苦 带我们去西方 事出世间思维片 不念不念恩时更念谁 能够救把我们的 只有谁 只有老和尚 你有这样的正思维 那就是正智慧 有这样的正智慧 那你对老和尚的规意 就有坚定而不可动摇的定力 如果你今天来到灵言三四 你不认识老和尚 不明白老和尚的悲愿 不明白老和尚的知见与坚持 那魔鬼 劝你不要修净土法门 你马上就对念佛退失的信心 魔鬼向你散播是非 你马上就信以为真 退到心了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根本就没有老和尚的知见 老和尚的法并没有在你心中生根 定慧是我们修行的根本 你没有定慧 如何能够对善知识升起真正的归因 又要如何分辨出邪之见与正之见 这不是说 这个师父我喜欢 这个师父对我好 给我好处 我就护持他 你要看他 是不是能够给你真佛法 在世间上 每个大人 都怕自己的孩子 在外面交道的坏朋友 都要为自己的孩子 选一个好的老师 找一些好的同学 大人的心里都是如此 可是 大人却很少为自己想过 自己是不是在无形当中 已经交上了不好的恶友邪师 一师族成千古恨啊 诸位 在这个可怕 拙乱的说婆世界 大家要好好的念观世音菩萨 不要随着外面的境界 东飘西荡的 要站稳自己的脚跟 以正智慧来观照 你能够这样做到 能够像观世音菩萨 好好的求三昧变才 那你自己就能够定会具足 自己能够定会具足 也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有定有会 感谢观世音菩萨